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特别的有魅力 像很多女生从小的时候 就看着爸爸握着方向盘 载着全家里出游 这种幸福的模样 所以在女生的心中会觉得 会开车的男生 真的特别的有吸引力 但是开什么样的车 能够成功的吸引异性的目光 而什么样的开车行为 会让女生觉得很反感 什么样的行为又会加分呢 今天我们就请我们的车界 还有这个琴场上面的老司机们 好好的跟大家来聊聊 首先我们请这个 琴场老手一号 小周 有哪一些开车行为 其实是很NG 大家不喜欢的 刚刚的人色是对的吗 琴场一号 好吧 特大号是艾达 好啦 我觉得刚刚冠宇说的很对 就是开车 其实这件事情 对男生来讲 真的很大个魅力的 崭新的地方 好 那我们觉得最令人反感的 开车行为有哪些 其实这边 我们少列一个是约会的时候 假设我们现在的女生 心仪的女生 开车出门约会的时候 那我在开车过程中 有哪些的这些行为 是让女生可能产生 很大的反感 那那么多行为里面 我觉得很大重点是 我们开车千万不要心浮气躁 你不要觉得好像 想要刻意展现自己 好像很会开车 所以就冲来冲去 比如说你看 开车蛇行 钻来钻去 飙车加速 在路上当成这个 把马路当成飙车场 无视安全距离 感觉你要跟前车跟得很近 好像自己很厉害 对对对 所以你就觉得其实 那都是危险驾驶 非常非常危险 然后另外路怒症 这很 大家很清楚 然后狂按喇叭也是 没品 就是你按喇叭 按一下就好 你一直按着 无助于事 然后再来这个 突然的仲裁 油门或击杀 这也是让你开 坐车的人 呈现一个非常不舒服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 刚刚举言那几个例子 就是所谓的 你开车不要心浮气躁 你要想 你现在带的是一个 你很心仪的女生 出门约会 你去吃饭 去看电影之外 另外一个在车内 就是你们两个 能够独处 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 你还在那边乱开车吗 还要那边仲采油门吗 还要赶快赶到 下一个目的地吗 可能我不知道 你下一个目的地是哪里 就要接二号女友 好事 但是你对于 刚开始这个追求 或心仪的对象 你们会这样吗 不是都会表现 很好的一面 会稍微假一下 假装一下 所以对 要假一下 那我现在重点在这边 你要怎么假装 要怎么承 不能说假装 因为我们呈现自己 开车技术很稳 OK 应该说你把你车慢慢开 顺顺的开 让对方 让你新一个女生 成立一个坐车 是很舒服的状态 很放心 真的 不要你跟车跟得那么近 觉得好像你这台车 完全没车头 但事实上你车头很长 他觉得 这让他很紧张 他不自然 不自觉又很省 对 很紧绷 对 然后一直很想下车 对 他想帮你踩煞车 那这东西 另外那我又如何展现 开车技术很厉害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以我个人来说 我过去的经验 过去过去 现在已经结束了 对 现在已经结束了 对 我可能 比如说因为约会 你可能先做功课 我现在要到什么地方 那我可能先观察 路线怎么走 我尽量不要让自己 身处在我路线不熟悉 甚至停车场路口在哪边 我不小心错过了 我会觉得好像这个男生 好像开车是不是有点 不太OK的感觉 我会让自己觉得 好像我对这个环境很熟悉 我对车上掌握度很好 我知道哪边要转弯就转弯 我知道这个地方 这个电影院的停车场路口在哪里 或者顺着就开过去 不会迷路 这我觉得在当初我年轻的时候 要约会的时候 我会先做功课 那另外又是 其实在开车过程中 一定要 我刚刚讲心灵气和 你不要刻意展现自己 开车很厉害 重彩油门重煞车 然后猛力的尻弯什么的 对 猛超车 对 反而要 当然我知道年轻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 想展现 对 然后一直在那边就是原地 一直踩油门 它随便 绿灯起步随便 随着它弹射起步这样 真的不需要 然后另外刚讲的 我可能先做功课 认识一下周边环境的路线 还有停车很重要 你不要停了三次五次 还停不进去 这反而让女生觉得 当然我觉得 不一定女生会觉得你技术不好 可是如果今天我真的是一次到位 不管路边停车倒车入库 一次到位 而且你想 就很帅 我不依赖倒车嫌疑 不依赖360度环境 所以因为你们就是 手要放在副驾 对 没错 好老 没错 就是要勾 还故意把360度环境 剩一关掉 那个非常的帅 我可能比较老派 我承认这个行为真的有加分 但我就是不依赖车辆那些设备 我可以很清楚知道 我怎么可以让我车的角度论 抓到最完整 一次到位 所以这些真的都多余的 但里面我觉得还在 社会上会提出来 请人导航又爱生 就刚才我提到 你要先做好功课 你不要路怎么走 然后叫女生帮你导航 告诉你路怎么走 就觉得哪边怪怪的 当然我觉得有时候女生 可能她因为好意 提醒的多一点 你前面 前面五个红绿灯要右转 五个红绿灯请你到 最后一个再提醒我好不好 这个东西当然就让你不要反感 不要觉得一直讲一直讲 会有点烦的感觉 那话说回来 我觉得今天如果是女生的话 尽量除非你有把握 你知道你的开车技术 比这个男生好很多 不然我会建议 可能这个部分我比较传统 比较大男人 就是女生坐旁边的人 不要一直知道 开车的人要怎么走 他其实他应该理论上 他都知道怎么走 就不要念一直 旁边有车 有时候真的我知道旁边有车 你反而会吓到架子 对 你一喊我反而惊到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我觉得另外提出来的 那最最最最最不行的就是 玩手机讲电话 你说一边开车一边玩 当然不是玩 我猜 我猜其实不管日约不约会 只要你开车的时候 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猜不是玩手机 而是读讯息 读讯息 像很多讯息太多 讯息的量太多了 那有时候你一读 我就看一下LINE而已 我看一下讯息而已 可是你一看 你看了之后你脑筋就转一下 这时候你就是 呃呃呈现这个很危险的状况 对 所以其实不管是国内国外 所做的任何调查都是 当你开车的时候 你去划手机的时候 不管你干什么 看手机也好 看讯息 甚至你要看 看看网页什么都一样 其实让你的这个开车 就专注 对 你专注力会大幅的这个降低 然后会让你自己 扑到很高的危险里面 所以这些东西 这东西 玩手机的事情 真的是 真的 千万 然后好 然后讲到这些 所谓约会者开车行为 记得开车稳定一点 沉稳一点 大气一点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重点 是 好 谢谢小宗 还说你不是情场劳嗦 是不是 除了刚才这些行为 真的让人觉得很反感 而且还很危险之外 我们要提醒一下 如果你坐在副驾的话 有一些NG行为 也真的蛮让人讨厌的 对不对 Rik 是 现在我们看 刚刚小宗分享的是 开车的时候 就是驾驶的时候 他NG的行为 就是希望大家 就是可以不要尽量避免 这样子的状况 那其实现在变成说 副驾NG的行为 我就要来帮身为驾驶的人讲话 因为很多人就是 要出去的时候 你可能会 应该说另一半 或者是约会的对象 他就是副驾 那你不希望 副驾发生怎么样的行为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 让大家来讨论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Top 5 这是网路上面调查 就是副驾的指挥官 刚刚小宗有提到 可是副驾的人会跟你讲 你这边应该要怎么走 你这边应该要怎么走 然后可能可能讲说 你刚刚你红灯起步 你不要这样踩 你不要这样猛踩油门 你要慢慢地踩 就是油门要循序渐进地踩 你那个刹车 告诉你 你不要点那么大力 你点那么大力 我们等一下刹车之后 可能就会点头什么的 女生会这样吗 通常是男生 通常女生会讲说 刹车要慢慢刹 就是你不要刹 让我觉得这只车子要点头 让我觉得不舒服 就是有时候副驾驶这件事情 你会让驾驶 因为驾驶我们开车的时候 一定要是 当然要专心 专心在前方的路况 可是如果旁边有一个人 在那边念念 碎碎念的时候 你会觉得 会容易 车可以让你开吗 就像刚刚小宗讲 就是我们开车要 不要心浮气躁 可是你这样一直念的时候 你会让人家精神 有点心浮气躁 然后再来第二个 它图示 就是用力关车门 平常先讲 我觉得现在 现在就是用力关车门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比较少一点 比较少 反而是就是没有关好 现在其实你可能常坐副驾 或常坐车的人 他可能是在关门的时候 因为已经不会特地甩门这件事情 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少 我的女生朋友坐车 我认识的朋友 其实基本上乱同事 还是很会在那边乱甩门 同事什么的 其实女性朋友 其实现在他在用力关车门这件事情 是真的比较少 但是真的很喜欢开车的这件事情 有时候我可能刚买新车 我很爱护我的爱车 所以用力关车门这件事情 会让我觉得 这人怎么这样 不太好 但如果你是开G-Car 真的要用力关 不然会关不好 有的车是这样 有的车是这样 对 然后再来是第三个 是暴露慢半拍 你喜欢叫人家怎么走 可是你又突然就是 你就不会提前跟人家讲说 下一个红绿灯 还是下一个路口 你要怎么走 而是在旁边跟驾驶讲说 你这边要转 你这边要转 你这边要左转 你这边要左转 小姐 我旁边 我要看一下 你没有 对啊 而且你这样刻意地切到 那个 摩托车 还什么的 所以我要先切到 我应该要转的车道 那个方向 我才能够去转弯 然后再来是车上吃东西 我相信很多人会讨厌车上 吃东西这件事情 对 对 别人说其实 尤其就是可能去 有时候大家就是 不管是在家人或在朋友 你可能去出游去买些名产 太阳饼 泵梨酥 这些 不准你在车上吃太阳饼 这些是屑屑很多的东西 对 或芝麻饼 会掉芝麻的 对 在车上可能就是 很多人就会不喜欢 有些人就是连车上 你喝甜的也不行 可是一般我们家庭族群 小孩在 你要在他后座 让他不吃东西 有时候他反而会闹还是会有情绪 我就只能迁就 那上车就睡觉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还好 因为假设你在的人 你的家人 上车就睡觉代表他会什么 累了 第一个是累了 再来是他其实很信任你开车 你开车让他都觉得很舒服 他们玩了一天之后 他上车可能就是 就会睡觉 因为你开车 可能技术很好 你可能就是老司机 你知道熟门熟路 然后知道怎么掌握这台车的 一个车况等等 所以你开车的行为 让家人觉得很舒服 他们可能上车就睡觉 但是有一个是尽量不要 那如果是朋友呢 因为你不一定永远都在家人 对啊 会在同事啊什么的 对朋友的话 你可能 大家可能觉得 副驾如果上车就睡觉 可能会有点麻烦 很没礼貌是不是 对 有点没礼貌 然后再来是 当然还是要聊天 对 但是如果在驾驶 遇到那个塞车状况之下 副驾又在那边上车睡觉的话 那驾驶其实也会有点太无聊 然后就会很容易 打瞌睡 会常打瞌睡 但是如果你车上想 想打瞌睡的时候 其实有可能是 你的那个二氧化碳 车的二氧化碳太多 所以尽量就可以 可以的话 就把空调转成室外循环 那大家就是搭配一下 破手床堂啊 大家有精神就会回步一下 讲到这个副驾啊 其实很多人大部分时间 可能都是在老婆 或者是你的女朋友 可是你有可能也会照顾到家中的长辈啦 不论是公公婆婆 爸爸妈妈啦 甚至有时候跟同事一起 有时候甚至于老板都会上你的车 这时候车上的礼仪 应该要怎么样做呢 昊胜 确实很多人还是不知道 应该的礼仪的顺序是怎么样 我只知道可能最大的那个 可能做右后座 我以为最大要做副驾 其实如果是你是一个人开车的时候 要在长者或尊者的时候 他应该是坐右后座 比如说老板啊 或者是长辈啊 那因为右后座这个位置 是国际礼仪里面 是最重要的一个位置 也是最舒适的一个位置 了解 我以为说副驾控出来 会把这个人当成司机 所以要很有礼貌的坐在副驾 要陪他这样才对 其实如果是同辈的话 确实是这样 OK 对那如果说我今天有个情况 比如说我要在我同事出差 或去哪里 那个同事应该坐哪里 其实他应该是坐就是你的副驾 副驾 对那有没有遇过会直接坐后座 有我有遇过 真的假的 对就是上车之后 那个哥我们走吧 对 直接上后座 对直接上后座 但他可能因为我跟他熟了 那可能他也不太懂这个礼仪 所以我就觉得OK 但是应该基本上来讲 不能把你的长者当作司机 对 那除非有个情况 我看到右边 右边如果 今天老板心血来潮想要开车 我想享受 那个这个驾驶的乐趣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如果他有随事 比如说有同事 在旁边的时候 他们应该怎么做 我打个比方好 主人如果是总经理 那副总经理就是坐在副驾驶座 那鞋里呢 坐哪里 坐在右后方 那以及下面 比如说你还有经理 经理就是坐左后方 那这个是什么道理呢 其实我们只要以一个角度来想 大家比较方便上车的地方 就是比较高位应该坐的地方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 刚刚看到这个司机的位置 如果我们今天跟长官一起出去的话 那最大的坐哪里 坐右后方 次大的坐左后方 因为左后方也好上下车 那第三大的坐右前方 好上下车 最后最小的那个坐中间 中间最急 这个是如果有司机的状态下 那我再回到这个主人自己开的话 那这个状况又不太一样了 就是最大的坐在右前方 这个是一些礼儀 还有一些国际礼儀 其实看的也是蛮奇妙的 比如说这个状态之下是左驾的车款 那你今天如果到英国 右驾怎么办 就反过来吧 对 如果你到英国到日本 如果跟长官一起出去 你要怎么做呢 国际礼儀上它是不分左右驾的 也就是说你今天坐右驾车的时候 你的主人一样坐在右后方 所以今天如果右驾的话 司机在这边的话 那我的主人一样是坐在这 老板就坐在这 对 你的老板一定是坐在右后方 这个是国际礼规范的 那再来就是说 国际礼还有说 如果是女尊者呢 就是说你的女长官呢 跟你坐车的时候 适合坐在前方吗 比如说你在开车的时候 她适合坐在前方吗 其实一般来讲是不适合的 对 这个是国际礼儀上面讲的 或许这个是因 不同的环境跟地理条件来讲 其实是应该是可以变通的 只是说以它的标准规范是这样 所以这些规范 我们大家思考一下 其实你以尊者容易上下车的角度来讲 哪些位置最适合他们坐 你去思考就很容易能够理解了 而且我今天当这个状态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状态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小食员坐在右前方 那你今天到目的地的时候 你可以很快地下车帮你的 老板 开门 对 这个是你必须要去看的一个状况是这样 OK 了解 好 谢谢浩生 了解完了一个乘车的礼儀 大家要记在心里 那当然如果说我们今天讲到这种约会的话 约会的神车有哪一些 有哪一些车 其实是我们专家蛮推荐的 你就开这台车出去 保证帮你的约会加分很多 好 我觉得约会神车 我们把它分两大了 一个是豪华系列的代表 大家看了就知道双B 双B 那我们价格其实定在180万左右 那其实180万的双B 你能选择就是相对入门的车款 A-Class跟BMW的一系列 那如果你真的要问我 那这两台车到底要如何二选一的话 老实讲 其实性能都差不多 都是136P 那都相对比较基础的动力的表现 那如果真的要说话我可能会 我可能会挑118i吧 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它改款之后的造型不好看 我觉得现在的造型比较好看 所以我觉得就选它啦 那我还是回到说 这个东西只是单纯的品牌形象这件事情 虽然它的这个车款 不管是A180或118i 都是整个品牌里面相对基础的车型 任动力也相对基础 但是这个光环啊 三星芒也好 或这个BMW的logo 确实对于一般人来讲的话 它这个魅力就高尚很多 简单讲我们看一下 另外一个比较经典平民的代表 可能是Honda Civic 还有这个福斯的Golf 那当然Golf我们列的这个 这个车款是所谓GTI 50周年的纪念款 其实这台车只是因为 其实主要是因为在台湾市场 接下来就导入的小改款车型 在小改款之前呢 所谓推出一个 因为它今年是50周年嘛 催促的纪念款 那其实价格蛮便宜 那GTI的性能表现 它现在后来价格是 调整到140.8万 那你比起这个Civic EF的牌价 也才贵一点点而已 它确实是 如果你真的喜欢性能的话 我会推荐你选这个 但还是回到说 不管是高级品牌 还是平民品牌 我觉得冠影 你会觉得品牌这个事情 对女生来讲真的很重要吗 对我来讲 因为其实我觉得 只要做舒服就OK 可是对我其他女生的朋友 他们会在意 对 我必须要老实说 对所以这个是很 你说到底这答案是什么 你说那这两个组合 到底要选哪一个 真的没有 毕竟她也有加差 变成男朋友之后就开这个 约会的时候开这个 没有如果你先开这个 甚至你开Toyota 他还愿意跟你约会的话 代表 老师那是真爱 对没错 但我不知道贬低Toyota 只是举个例子 就是比较务实 可能他就是 比如说自己 很努力赚钱 然后就买了这台车 对没错 那还是回到 那我今天真的 我今天买一台车 作为把妹的这个 神车 对神车的话 那以我个人的建议 其实这四台 我倒觉得都还好 如果今天是价格落在 180几万的预算里面的话 我觉得其实你可以考虑 野马 新的野马 189点 你说2.3升的那个 对 189点9万 其实在这个价格带里面 为什么会选的野马 因为跑车真的帅很多 我觉得这很大重点 那你说那140万的价格带的 Mazda的MX5 又是敞篷的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豪华品牌 是这个Honda也好 富士也好 它对我来说 就还是一般的hedge先背车 当然还是回到一般人 可能双逼的这个魅力 真的高很多 但你真的要把妹的话 或是你想开路上 获得更多的这个 目光的 对关注度跟目光的话 其实开跑车 这件事情真的会加分非常多 对 所以我觉得让大家参考一下 我觉得也不一定要买豪车 也不用买跑车 跟我们聊的 如果今天你这是 可是开家里老爸的Camry 那他还是很愿意跟你约会 你们两个相处很快乐的话 那其实那真的才是一个 最值得的选择 开车游车盒的确是挺浪漫的 但是如果你的预算无上限的话 这两种选择也可以帮你制造浪漫 说真的这个只有爱情面包跟帅三件事情 可以来评断这个车到底开的好不好 这个品牌到底怎么选 再大家回顾一下 开车蛇行 车内吸烟 不要跟加速 无视安全距离 乱导航又爱声器 乱按喇叭 这是第一个 在小钟跟大家分享这种 驾驶令人讨厌的行为 关于这些行为通常都发生在什么人身上 你有感觉到吗 感觉好像这个社会事件上面这个 赤龙赤凤包守的这些89 常常就有这些开车的行为 可是如果你上网一看 大家最常问的一个问题 就为什么89载的妹都特别的正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所以如果预算无上限的时候 车它只是一个交通工具 如果你买了一个180万的Golf GTI 跑得很快 比这个180万的A180快多啦 可是妹只会觉得 这个宾室的这个壳子跟这个logo 表示在面包这件事情上面 是觉得比较靠谱一点的感觉 所以在这个车之外呢 你要是有机能性的商品 举例来说明你有一艘船 或者你有一条可以睡觉的车子 这就非常的特别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 是这个Volkswagen的Gran California 听到California你应该会觉得很 就有印象 就是这个Volkswagen的露营车对不对 那Gran California就表示什么大车的啦 它这台车已经车长将近7米了 而且车高是2米8 也就是说它车内的空间 足足有一米97 就是像我们这种183公分的人 站在里面 你要想象一台这个大型的这个露营车 你可以站在里面 这个屋顶还是不需要升高的喔 它里面有热水器瓦斯炉 这个吹瓦斯炉 洗手台 厕所 床敷 冷气 空间 什么鬼都有 直接开了出去睡觉 这就是号称自走式的一个这个露营车 也是目前现在时下相当流行的一个这个商品 那我觉得台湾岛路这样的商品 算是蛮难得 蛮难得见到 因为以往这样的商品通常都是这个贸易商 导入这个EVOCAL这个车型比较大台一点点 那现在Grand California这个车型呢 它的价格听起来好像啊 还算很友善喔 408万的预售价 目前来讲只有50辆的这个限量 所以对于自走行这个露营车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抓紧脚步的来去询问一下 你的这个销售顾问 因为呢如果你带着你心爱的家人出去旅游啊 直接可以睡在车上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事情 所以刚刚我讲说可以在车上睡觉这些事情 大家不要想歪了喔 那现在流行的 也会升车欸 对对对 那现在也很流行这个驾船出去玩喔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Masaradi最近推出了一款 电动版的游艇 很电的喔 它是充电的喔 那这台这个游艇的名字叫做Tradnet 那基本上Tradnet意大利英文就是三叉戟的意思 正巧巧就是这个Masaradi的这个logo 它的建议售价是250万欧元 大约新台币已经要来到9000万了 它的这个速度很不错喔 最主要坐这一艘船出去很豪华很奢华 因为光是三叉戟的logo 就坐在这牙船的这个船头上面 你看到你就觉得这个爱情跟面包 我想可以兼得喔 而且又舒适又滑 甚至在那个船上里面还有这个什么 厕所 所以它加速度真的是蛮快的 我觉得坐这种船有一个好处你知道吗 第一个它很安静 我们出游的时候呢 你跟Masaradi可以好好的讲话 跟你心爱的家人可以好好的讲话 而且啊 它没有这个一般船用这个悬外机的这个 柴油引擎这个废气跟臭味喔 所以一路在行驶的时候呢 都是非常安静 没有这个柴油引擎反排出来这个废气的这个味道 所以相对而言舒适 但是再加上这个船的加速拨杆猛力一推的时候 有电动车那个加速踏板踩下去 整个压头一种感觉你知道 它特别还叫我们要抓好 因为那个船长这样 加速感一推的时候 那个船真的是压着你知道 所以电动车那个高扭力式的这个输出 也在这一艘电动游艇上面来得可以展现 不过马斯拉利原厂并没有公布这台车可以 不是这台车 这条船有多少的这个续航的海里的里程 他说因为呢 他这个利用充电系统来讲 很快的可以补足这个电力 况且啊 这种船啊 基本上就是给这个有钱人家玩玩玩乐使用 今天晚上呢 我们开开心心的开着这条船啊 到另外一个地方啊 来享受一顿浪漫的烛光晚船 再开着这条船回到我们的这个港口 以及居住的这个地方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我完全不需要去担心 所谓这条船可以开多远啊 对 重点是很多金对不对 就像是男生的心里面都会觉得说 比如说我开一个马斯拉利 或者是我有双B这个车子的话 感觉我的面包就是顾到了 尤其是台湾人很爱买双B啊 是不是 所以在台湾人心中会觉得 你开双B是表示什么事业有成啊 有一定的身份地位 可是在克罗埃西亚这个很会踢足球的国家 没有想到这个品牌在他们心中 仍然有这个至高无上的地位 是哪个品牌 没有错 其实这个其实来自一个国际的新闻 那在克罗埃西亚呢 其实很特别 有个小镇叫做伊莫坎 那这个地方呢 他们特别为一台宾室车 就是建立一个 有点像是一个算是装置艺术的东西 为什么要选宾室 为什么要选宾室 其实这是有故事的 因为克罗埃西亚 它以前大概在1970年代那时候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小镇 那我们都知道克罗埃西亚的位置 地理位置大概就是在 我们的巴尔干半岛这边 那它其实离德国呢 其实也没有太远 那其实因为这个小镇呢 其实人口外移 之前1970年代人口外移很严重 等于说他们这个小镇 有一半的人口都出国工作 然后都到德国去工作 所以基本上比如说像 它的伊莫坎小镇呢 有五分之一的人口都出国工作 大概有九千人那时候 那其实那时候 衣锦还乡的代表 就是开着一台宾室车 比如说今天你只要 在这个小镇里面开宾室车 大家就会认为说 我就是开起来就是很有派头 然后事业有成有点衣锦还乡的这种概念 所以我觉得跟以前 大概台湾有点像 我们台湾还是有一些 比如说郊区的地方 向下的地方 像我们之前就比较向下的地方 其实大概1990年的时候 大家其实街坊邻居 就是会问你说 现在开什么车 站在那里工作什么的 只要开说开宾室 我开BMW 人家就觉得 会对你刮目相看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种情怀 跟这个小镇 我觉得跟以前的台湾 那种相差地方 其实还蛮像的 所以他们特别就是为了 有些科罗亚西亚的居民们 他们就是为了要纪念当初这些 在比较早期 在外地辛勤工作的 外地辛勤工作的人 然后一景还乡 然后就想要纪念他们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特别去打造了一个 就是像装置遗宿的东西 就像石雕的东西 是一台宾室车 然后其实到目前为止 这个小镇 它登记的车辆数 大概是有16000多辆 其中有一半都是宾室车 当然都不是 不一定是最新的宾室车 可能是上一代的 或上上一代的 甚至还有宾室的老车等等 其实他们对于 这个小镇的人 对于宾室车 有个非常特殊的情怀在 等于说我就觉得 如果德国运厂的宾室 看到这个新闻或者是知道正经消息的时候 说不定是不是可以为这个地方 这个小镇来举办什么样的活动 但是你这个小镇的居民 你想要买宾室车 说不定有什么样优惠的折扣什么 我觉得是可以 只是说这个新闻 其实在国际上面 还是有一些发酵的议题 所以等于说 其实蛮特别的 没想到有一个小镇 有半数的人都开宾室车 是 不过其实宾室车 通常会给大家会觉得 是什么约会神车 但是现在主流的休旅车 而且又是一般品牌的车 难道你就不能够脱单吗 其实还是有办法的 如果你这个女生你跟她说 我觉得我希望能够跟你共逐未来 而且我是以结婚为前提 所以我为什么今天 开了休旅车来载你 这意味着我想希望跟你 有接下来的发展的一个阶段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我们不如来看看现在市场上面 主流的这些休旅车 尤其是百万级的休旅车的撞击测试 更安全可是有关系的 爱大带我们来看看 事实上这个 Nissan的X-ray我们刚刚讲过 是之前讲过 它是自费送测TNCAP 来做一个这个撞击测试的检验 所以你看到没有最新款的 那当然这个部分呢 最终获得的是四颗星的评价 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目前TNCAP撞了几部车子 这个有Honda CR-V的5.5代 是三颗星 这个车你现在买不到 因为它已经停产停售 最新的是六代的一个这个车型 那福特的三代1.5T 也是获得的三颗星 好了 它都到底是为什么获得三颗星 这是或是四颗星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问题 基本上这三部车都是因为什么 所谓的后座儿童防护的缺失 也就是安全带的滑落 安全带的滑落 好这三台车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叫做客货车 客货车我们知道它必须后面要装什么 横杆 横杆对不对 那这个横杆有一些车子对于后座椅背的角度 是会造成影响的 是会造成影响的 那么以前我说 我有做过一些车子的测试 安装儿童安全椅的时候 因为它的后座的椅背不能够调整角度 或是后座椅背的头枕是一体设计式的 它并不能够把头枕拆除 所以安装譬如说一些什么 这种成长型的座椅 外面包覆非常大的这种儿童安全椅的时候 这个儿童安全椅的角度 其实变得是往前倾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你的孩子可能真的坐得不舒服 另外这个座椅往前倾的时候 这个安全带还是一样 必须透过这个原车的安全带来扣住 对不对 我们知道儿童安全椅装在后面 有所谓的几种不同的方式 所谓小型的这种儿童安全椅是 另外安全椅上有所谓的6.4的安全带 那当然这一部分在天蝎必项 你可以看到在装机测试的时候 它装的儿童安全椅 做的这个儿童承承防护 大部分是属于增高型或是成长型的 这样子一个设计 也就是说儿童的安全带还是沿用什么 原车的那一条安全带 对 有的车型安全带没有自动紧缩的功能 有的车型安全带没有固定的 跟安全座也没有所谓的固定的装置 所以在这个车型上面 在撞击的时候 这个安全带从儿童的身上脱落 脱落 你知道安全带脱落的状态之下表示什么 没有安全带的一个防护 所以造成儿童的防护稍微又比较偏低 你可以看得到这三台车都是 因为儿童保护的部分死在这个地方 所以没有办法拿到五星的这个平等 所以到底大家在探讨的这个问题是 这些车在国外五颗星 来到台湾变成四颗星 是TNCAP不会撞呢 还是台湾又是沿用的这个 跟这个以往过往一样 是采用全世界最严苛的标准呢 又或者是因为台湾车机型的一个 客户车认证省税的这个法规 导致现在这个后座的椅背 都被立起来了 就是角度被封死了 角度被封死了 为了维持后面要有铁杆 能够容纳一立方的这个空间 踏上才能够用客户车的税率 所以让这个座椅向前起 儿童安全防护安全带就脱落 滑落 是不是 你买一部车子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约会之外 最重要的还是安全 那安全因为车上坐的是什么 是你好不容易把来的女朋友变成太太 然后为了你生了孩子 它的重要性 我相信在所有人的认知里面 应该是最高的 可是却因为这样都变成最低 你觉得这样对吗 所以这几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值得 观众朋友们来去思考一下 国外五颗星 台湾四颗星 是因为TNCAP不会撞 还是TNCAP的法规太严苛 或者是机型的客户车法规 导致这个后座椅背 让这个儿童安全的问题跑出来了 反而不安全了 只为了省税 为了后面一立方 事实上我们常常讲 后面这个行李箱很大 没有错 很小 也没有错 可是到底有谁天天装着一立方 在路上跑 就是一般客车 乘用车来讲 反而是后座 你每天送小孩上学 接小孩放学 你小孩每天都坐在那里 这个我觉得应该 要好好的来研究一下 好 谢谢爱意大的分析 所以这样观众朋友应该有听懂了 结果我们刚才说 这个是主流的三款的休旅车之外 接下来看一下 在这种中型的休旅车里面 是不是有些新消息呢 浩森 对 不过我补充一下 刚刚我一直在讲到说 约会要用什么车好 休旅车好还是房车好 其实我想跟女生讲 真的 那一个人对你好 才是最好的 我觉得物质跟精神层面 你要去做平衡 你不能强要一个 比如说20出头岁的年轻人 就开个冰室来载你 对 那我觉得那个也是不现实的 对 不过现在年轻人比较不买车 他们就搭捷运 或者是租什么租车来约会嘛 对对这个也是一个趋势 那我讲到休旅车 现在大部分年轻人可能会买CUV 可是如果是小家庭就会买比较中型的SUV 那最近这几年中型的SUV最夯的是什么 就是MGA的HS 是 几年前更我不会想到说 MGA车居然在台湾卖的这么好 那现在国外即将推出大改款的车型 那官方原厂也推出25秒的影片 其实你可以隐约看到这台车轮廓 可是如果你有在关注中国大陆的这个新车的讯息的话 你会发现这台车好像有点眼熟 因为他跟之前上汽推出了荣威的RX5 其实外形好像有点像 那当然以通缉车来讲 他们就是一个双生车的操作 那在这台MG HS大概一款 大概就是在7月中的时候 在英国的这个速度加年华亮相 那他外形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帅 其实我们可能会 有观众朋友会想 想说不是HS才刚刚推出吗 为什么那么快就大改款 其实HS我在台湾现在卖的 2018年就诞生了 那在卖 我在国产的当下是引进小改款的车型 所以现在大改款是合理 因为大概六七年左右的时间了 那大改款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外形设计 首先我可以看到外形变得非常流线 再来就是说 他有部分车型是采用隐藏式的车门把 所以看起来更有未来感 另外他的后面的造型 也透过这种多层次的这个线条 搭配贯穿式的尾灯 还有至中的这个车型的名牌 看起来是不是就 比较尊贵跟豪华的质感 那重点就是最厉害的就是 他的车内居然用上了27寸的 左右可横移的大荧幕 左右可横移 那这个是上汽融位的规格 对那当时这个 这个左右可横移真的很炫 对啊 那只是NGHS会不会用这样子一个规格 我还不得而知 不过我可想可以看到他整个外 内外的造型都已经是焕然一新 那至于在动力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大概可以估计 他可能会维持现有的规模 就是1.5T汽油涡轮增压引擎 不过这个涡轮增压引擎 有把他马力的往上tune 本来180大概可以调到将近190匹 那另外PHEV的车型也会沿用 那他的马力也是往上调 重点是电池换上21.4度了之后呢 他的30%到80%的充电 30分就可以搞定 那加上大概105公里左右的 这个纯电的行驶能力 有提升蛮多的 对他整个纯电行驶能力提升蛮多 那0到100加速6.9秒 那其实也不如他这个将近300匹的 这个纵向马力的水准 那另外在KUGA KUGA真的很久没消息了 而且最近沉积了非常久 那有可能会在今年底 或是明年初推出小改款的车型 这个大家也是很期待 因为从美国一开始出来 到欧洲今年1月才发表上市 我都可以看到整个KUGA的外型 变得更现代洗练之外 最重要的是他的内装 用上了13.2寸的这个SYNC4的系统 那这个系统也强调 他在语音功能的部分有加强 那另外在他的整个环境的部分 他在高阶车款也可能会应用上 另外在他的COPILER360这个系统里面 比如说他政策范围更广 加上一些比较灵敏的雷达 去强调他在整个安全的防护上面 更全面 这个是我们可以期待 那至于在动力的部分 在因为我们台湾都通常标榜 就是与欧同归 那虽然欧洲的动力跟我不一样 但是整个内外的设计 应该是没有意外可以相符 那只不过动力可能应该会维持 我们台湾现有的 比如说Eco不是180 Eco不是250 两双动力 就是1.5跟2.0 对 1.5跟2.0的动力 去维持他原本的战力 那加上他原本就有蛮好的操控 相信整个提升之后 他的战力会是跟以往有所不同 那应该会提升他的效率 再往上提升 在买车的时候 除了关注说车格大小之外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意说 这个车的产地呢 因为近期中国车 其实让台湾人讨论得沸沸扬扬 当然不止台湾 其实连欧美地区 也是非常关注的吧 对 其实大家都知道 欧美之间 因为中国车在当地 因为它当地是卖得很好 那因为价格非常有优势 那如何的优势呢 我举个例子 比如以MG4来讲 在欧洲当地的价格 大概就比他们的服饰ID3 两个是同等级的产品 平均大概低了1万欧元左右 所以这1万欧元是非常大的价差 OK 那当我同型产品 相对可以卖那么好的自然的反应在销售的状况上 那以欧洲目前最上销电动车里面来看的话 大概有40%的车款 是来自于中国 中国品牌 中国车 那后来就大家开始 那你车为什么可以这么便宜 我们之前在节目上面有聊到反补贴调查 那调查结果出炉了 确实 那欧洲觉得在中国政府 在针对他们欧洲所放卖中国车部分的话 比如针对这个所谓的低利率的贷款补助 甚至很销售的奖励 甚至在于说汽车制造商 我很明确的 我告诉你 你身材一台车 我补贴你多少钱 也因此让他们在最后最末端的价格 可以有那么大的优势 那这又是个所谓不公平的状况了 那反补贴调查结果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子 所以后来目前已经实施了 所谓7月5号落实最新的 欧洲最新的税率的部分 原本我们以MG来看 因为其实MG也好 然后帮忙比亚迪吉利 因为他们各自他们调查出来 结果的所谓受补贴的程度不一样 还还提出来 我在调查反补贴的过程中 你如何的坦诚 坦诚这个是说 我承认我大概有哪些地方 可以接受到补贴 那你坦诚程度比较高 也会影响到你后面税率的调整 那调整幅度最高的是MG 原本他的这个税率 关税要收10% 调整完7月5号已经生效了 调整完之后 他现在要收到37.6%的关税 涨得非常非常多 那如果今天是BRD的话 因为我刚刚讲 他可能收的补贴幅度比较少 也坦诚也比较多一点 所以他的现在的关税程度 是17.4% 差了一倍 真的差很多 那BRD大概20%左右 还是明显比MG来得低 还是因为他根据他的销量 也有影响 对 太越好 我给你的那个关税的 那个税率越高 对 不过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因为原本是10% 像变成17 20 30 30几 那一定会明显影响到 这个末端的价格 对 所以接下来我就要开始观察 就是那之后当我7月5号 实行这个新的关税的比例之后 那对于欧洲市场 中国电动车的销量 到底会有如何冲击的影响 那这是在欧洲车部分 那刚刚冠言提到 其实台湾也在聊 所谓的中国车的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很热 这部分我们必须承认 你觉得台湾消费者 对于中国车的接受度 是高的吗 我觉得大家 对于中国这两个字是敏感的 可是回到现实面 你这个品牌到底 所以把他说不要 身体很诚实 OK 我觉得是这样 可是当然这样的说法 是比较有一点 比较有点酸的口气 或是比较负面 但还是回到说 有时候有一句话怎么讲 没有卖不出于的产品 只有卖不出于的价格 当我的价格 明显比同级莱德 具有竞争力 我提供你的产品的质量 或是丰富度 配备的丰富度 又比较好 甚至没有更差的时候 到底为什么有 消费者到底 为什么不买它 对 没有理由不买单 这样很对不起自己 因为我买到是一个好的产品 我配备又很丰富 对不对 安全一样有 然后移动过程又舒适 对 这个确实也是 目前HS能够成为 中型国财SUV 卖最好的一个龙头 那当然这个之外 我觉得也是因为MG起来 台湾在讨论中国车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大家也清楚 最近在讨论什么 自制率这件事情 国产车应该有自制率 对 国产车都在台湾组装的 但是你的所有周边的零件 到底是有多少的比例 是在台湾的生产链 所制造生产的 还是你是大量的 依赖国外进口 单纯 每个零件是用进口的 只是在台湾CKD 百分之百CKD 就组装起来 那这个确实对于 国产化这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这国产车到底国不国产 林因子最近其实在6月26号 就有经济部市长开个会 他有针对这件事情 做一个明确的一个 不能说定案 而做一个讨论说 他觉得假设 以MG来说 这个品牌假设他年销量 可以达到一万两千台的话 那他初步的这个零件的自制率 应该至少要百分之十 那当然你销量比较少的 可以从百分之五开始 然后逐步来提升 逐步提升到可能百分之十五 至二十左右 所以开始大家开始明确在讨论 政府也在讨论说 国产车之外 你不能只是单纯百分之百CKD 你应该还是要回到 国产这件事情 真正一个 所以有一些零件一定要国产 对 就是台湾做的 不要是从国外来 然后自己在台湾组装 这个才符合国产化这件事情 所谓的你的生产链 是有一部分在台湾 了解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欧洲也好 台湾也好 至少以我来说 我觉得对于台湾市场 所谓的去要求 国产车自制率这件事情 应该整个事情来讲是好的 其实不论你开的是中国车 日系车或者是豪华品牌的车系 基本上你只要有一些贴心的行为 那异性要是 就驾驶者 男生对你好的话 我们女生其实就很容易感动 做哪一些行为 其实会很容易融化女生的心 我首先看行为之前 我还讲一句话 我网络上常提到说 人帅真好 人臭 性骚扰 但是 但是我们不能讲这么极端 应该是说 其实归咎到最后 归纳到最后 他应该是提到是人品的问题 对 对 那人品展现出来的部分 我从车子从身上表达的情感 跟情绪 都是人品 那以车子的部分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提前洗车 车内无异味 这个是最基本的吧 对啊 对啊 那你维持着车内干净 代表你这个人干干净净 人品好 那不过度改装是什么意思 其实路上常常会看到一些车 对 改的乱七八糟 然后可能排气管声音很大 可是你却不洗车 我真的 之前有过一个男生追我的时候 他是开一台改装车 然后跟我说约在哪里碰面 结果我没有上他的车 我直接走掉 对 然后我就在小巷跟他说 那个我在哪个地方等你 因为我们约的地方太多人看 我觉得很丢脸 对啊 对所以其实是观感问题 除非你的约会对象也耗时到 比如说他喜欢 他也喜欢改装车 对你也喜欢改成这样 那不然其实我觉得这个 应该算是个人品味 一般的女生 对真的是比较独特 那还有啊 就是说车内的提前规划路径 刚刚小钟有讲过 就是你有自信嘛 还有准备冲组 不毛手毛脚 那准备冲组是代表什么 比如说你车辆的保养 是不是电瓶有电啊 冷气之后会不会冷 冷气如果不冷那就尴尬了 那香气那么热 对那大家对你 没关系啊我就可以脱外套 刚开始约会应该是不会这样 我就不要不毛手毛脚 我就要看对象 对这个是最基本的 真的吗 我想说有些女生可能很希望 毛手毛脚 真的吗 我觉得这个归纳起来都是人品的问题 对那最近当然还有女生就抱怨说 男朋友明明有车啊 每次约会都不开车 每次约会都不开车 每次约在捷运站吃饭 为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 对我也会穿卖衣服 男生就觉得说 我市区停车很难停啊 停车费又贵 那停完车了之后还要走一段路 那不是很麻烦 这样也有道理啊 有道理 但是我觉得太过于应该说理性 因为我觉得谈恋爱这种事情 就是精神跟物质你要平衡嘛 理性跟感性要兼具 你可以偶尔这样 但是我觉得车子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你们情感的交流会更紧密 会加温 对 加温之外 还有音乐的部分 还有就是说 另外 比如说你放劫师夜啊 或放摇滚乐 都是带给你伴侣不同的情绪嘛 甚至还有比如说情人节 生日的时候 圣诞节 你可以在车上做不同的惊喜跟装饰 你做过吗 你做过什么 说来听听 有什么浪漫节 我做过情人节的 情人节做的 对 就摆放花束啊